欢迎收看人人都是孤独旅行家 我是禅力王刘嘉玲 我们在加拿大北极地区拍摄 今天我们要钓鱼了 刚发的那钓鱼 调戏狗鱼 这太有意思了 看我把那狗鱼逗成什么样 就是那个那不是钓不上来 好多人倒是说我钓不上来 那纯属调戏 你看在之前那集我钓多少呢 给钓上来太容易了 因为我那鱼没法吃 那刺太多了 当地人都知道狗鱼 这都是发 所有人都问 你们钓鱼去了 钓多少鱼啊 钓上鱼了吗 我说没钓上鱼 然后就钓了两条狗鱼 many bone 对这骨头太多了 不喜欢吃鱼 too many bone 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 狗鱼的第二句评价 基本上就第一句评价 第一句评价是个米色脸 对然后第二句评价 too many bone so many bone 基本上都是这样 所以就是狗鱼基本上对我来说 我们带游客去或者我自己玩 我自己不钓狗鱼 我自己什么时候钓狗鱼 我实在钓不上白鱼了 我实在钓不上白鱼钓 钓不上来操它了 我开始用钓狗鱼的手法 勾一条狗鱼过过瘾 然后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态度 因为你对它是一损伤 你都知道你不要它 你勾它干嘛呀 就经常都是把狗鱼给牵过了以后 你就渗了会儿 就像你看那视频里头 啪一蹬 让它出个水 然后就把票那个钩给拿走 就是一乐话嘛 当个乐 就是你玩什么东西吧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从今天我看的了一视频 我给我媳妇看了 然后我给我妈看了 我们家都觉得挺沉重的 对挺可怕的 最近那个国内 大家应该都看了这视频 然后我们的群里头 一直在讨论这件事 就这个是我一直在说的 就这风田车 风田车出事的这个 应该是个风田车吧 不知道 应该差不多吧 看那样是个风田车 巷子好像是不是普拉多呀 首先我们先不说这个 关于什么越野技术什么的 这些问题 咱们先说这地方 就是我在我们的群里头 我就说了一个 我说你看我那越野车 我就给改成那样 我也从来不敢下 不知深浅的水 对 我下的所有的水 我都是知深浅的 就这水坑我自己进去躺过 要不然我就开着UTV进去过 我在里头 整个这一片里头 我都走过 我才敢下的 尤其沙子坑 就沙子地的水 就一看这地上是沙子 一大片好大一片沙子 上面有这样一潭一潭一潭的水 尤其这样的水 这样的那个沙子还硬 你进去还好玩 嗯 还有意思 潜水的时候确实好玩 但是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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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知深浅 为什么我说这个地理环境问题 因为我自己长时间的 骑摩托车钓鱼 打猎 这些事我都干 嗯 在国内没有打猎 就是骑摩托车 钓鱼我也干 对吧 对 我从小 从 哎呦 我们从阳台里开始钓鱼 我爸是个钓鱼迷嘛 嗯 然后就钓鱼这事对我来说太熟了 那时候我们上哪儿钓鱼去 沙坑 嗯 就是找这种大沙子里边就这种环境 这是干嘛怎么形成的这样的水潭 是挖沙子 嗯 就干建筑工地 明白了 需要沙子就有人把这一块包沙场 以前他们就偷的 不就是偷沙 河床那儿偷沙子的吗 嗯 河床全是禁止的偷沙子 沙子给挖了 挖出一坑来 挖这一就挖坑 挖巨大巨深的坑 现在我们那个在朝白河期末的时候 或者在永顶河北京在永顶河骑摩托车 为什么有那么多又能跳坡 又能下这大坑钻什么了 你把刀子都是当年挖的 全是以前偷沙子挖的坑 哦 那为什么会有水 然后旁边有钓鱼的下雨不就积水吗 那为什么上永顶河玩 现在大河床子上玩 C度啊 嗯嗯嗯嗯嗯 都在为什么在那玩C度啊 那不就是挖在这坑吗 积的水 哦明白了 下雨 哇水都积到这来了 哦这么星程的 能理解了吧 也就是说有的地方会特别深 忽然间就一下就啪一下就五米下去了 就就一轮 坑嘛 明白 是人为挖的坑嘛 就会有一轮 本一下下去十米五米的 哇塞 那太可怕了 你要不来这些 这车不就是吗 看着没什么事 那里边 毁就毁那顶 上面那人说嘛 说那前头已经搭上了 搭在地上了 没事了 嗯 他就是不知道水闻情况嘛 知道水闻情况那底 怎么肯定有大 那都没了顶了 对 是立着没顶的 那他就是一掉坑里了呗 对啊 那肯定有那种大沙坑 那坑不定有多深呐 真可怕 是我跟你说那种坑是不定有多深呐 你就想偷沙子得有多 就是你偷沙子嘛 你都白来的 对 那肯定有多少来多少啊 对啊 赶紧挖挖一 恨不得一宿挖一十米的最牛逼 对吧 都是带轮的 他不会给你挖成一大湖 对 对吧 这不是自然形成的 这是第一 就是你在涉水的时候 你必要知深浅 如果不知深浅 千万别涉水 第二 马上就进入这个 出去玩的季节了 就现在基本就已经是出去玩的季节 我好多朋友都开始出去玩的 有时候玩回来了 都开始准备第二次了 所以就是已经进入这种季节了以后 就是你开车出去玩的时候 你出去前 你把车检查完了以后 你脑子里想过一遍 你那轮胎行吗 真的真的真的 我说的这可是 雪的教训 各种各样的教训 对我自己而言来说 各种各样的教训 我现在最重视的就是轮胎 这车哪怕不改装 轮胎必须 必须得游逼 就你的轮胎必须得游逼 所有的汽车出现意外 我觉得80%都是因为轮胎引起的 是轮胎不适合走这个路况 对就是轮胎跟这地方不匹配 你就像刚才就这车 这明显它那轮胎是个公路胎嘛 它在里头都跑成那德行了 你看那个坦克300呱呱呱过去 那明显那坦克300就是个全地形胎嘛 至少 至少是个全地形胎 对它尺大嘛 废油 你出去玩就老老实实换一套废油的胎 回了家以后换上那公路胎 不废油的胎 在城里头普通跑 一出去就把这四条胎给换上 带着轮毂的胎也省事 对 你看我们家 一直都这样 出去玩之前换上我那个大脚了 大脚 就一下他们都多撒油 那我认了安全啊 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在于他的胎是吗 我看他一直在挠土刀刀刀 就没有乐趣吗 这不就跟你那回事了吗 一模一样吗 就我在那大喊 天啊 别动了 狂喊你 对吧 我那次也是在沙滩 对吧 就还煞不愣的往里边开呢 看着挺平的 煞得真可怕 以后再也不看了 就是 真的我跟你们说就是 首先 首先你得先理解就是越野这件事 不是说随便你拿个车就能越野 你那是个觉得是个SUV 我跟你说这件事就跟电影一样 电影是把所有的枪炮这些东西拍小了 对他把他的威力减了好弱好弱 对然后广告正好相反 把越野车的所有越野车的广告都放大了 放大了 感觉你哪都能去 卧槽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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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那他妈电动车 就我看过好多那个电动车电动SUV 大荒野都跑 不是疯了吗 抽风吃饱了撑的吧 真的真的真的这他妈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这不是让你穿双皮鞋然后去打猎去是吗 这是毁人无数啊 不是这不就是你穿双皮鞋去打猎你疯了吧你 就那种三天头皮鞋 穿着西服 然后去逼让你这样去打猎 宴尾服 然后你媳妇是那种大蓬蓬裙 婚纱那一套 结婚那一套打猎去 太疯了 什么 都是衣服 什么都是车 所以哈尔里什么车干什么事 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真的标准的一个状态 应该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能达到你就做 你达不到你就别做 就是你开着你的越野车后边拉个板 板上面装着一个超级越野车 然后你去越野去 你的营地什么的都在你的越野车上面装好了 后边拉一个超级越野车 停在Camp地点 越野车能到到的 最边上 最边上的一个Camp地点 把Camp建立完完毕以后 媳妇老婆什么 媳妇老婆还着天天就做着梦呢 又是媳妇又是老婆 开心 就是那个媳妇孩子 媳妇孩子 我说就是媳妇孩子什么都安顿好了 把媳妇把媳妇往这 副驾驶上一搁戴好头盔 干进去 玩一圈回来 带好了卫星电话通讯设备 你能跟营地保持联系 营地又能跟外边保持联系 建立通联 这是最基础的 建立通联 就跟我 我和我媳妇玩了这么多年开车 我们要保证 不管去哪玩 百分之百有信号 这是我一定要保证的 如果没有信号的话 特别简单买一个 卫星电话 七八千块钱人民币 就全搞定了 一年服务费有一百来块钱 因为你基本上是不同话的 对 就通话才会有 你通话才会有额挨的费 你要没额挨的费 没有一年服务费就一百多块钱 你就老老实实交那一百 一百多块钱的卫星的服务费 你就拿一那特牛逼那大哥大啪一水 你能救人 你也能救你自己 真的真的真的 我觉得就是你要长出去玩的人 就老老实实背一个卫星电话 这个东西简直太 太太让人实用 我我已经 我已经 遇到过很多很多很多问题 就是如果没有他事大了 那事可真大了 因为你是跟外去失联了 对对对就是但是有他 就是 这个问题就不那么大 就出事以后 没有信号 你有他你就帮教员人 半个小时以后是哥们来救你来了 暖暖活活回家了 没他傻逼操那半个小时路 你得自己走 对得走 自己走他们得走两个小时 这这么就区别嘛 对吧 对 所以我跟你们说就是 一定要想 119110112这些东西没有用 在户外探险这件事上 那什么最有用 没有用 没有用 他们不能瞬间就来 他们没有随意门 他们没直升飞机 他们不能随 瞬间就出现了 你最有用的是你自己那颗脑子 还是是想 就你 就好多人说这个不就刚刚你说这个吗 不会游泳还在水里玩 这事跟游泳没关系 他那只能那那么那么深 那坦克300都那么就开过来了 从何端 他那只能那那么深 他没那sense 谁汽车里会装一个 91 这个我估计是在出去 做任何准备 这个 没有任何人 应该都不会带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 会在车里的装救生衣 我都不会在车里的扔救生衣的 我除非今天要去钓鱼去了 我车后部箱里的扔一堆救生衣 因为我要开船了 除非就是操船的时候 车里头有救生衣 要不然不会有救生衣 扔救生衣干嘛呀 太弱智了吧 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我不会把车往水里 那种水里怎么开呀 主要是你还是就回到第一个来讲 那么早就开个UTV 你即使UTV摘完了 什么再掉进去了 没事 他真全没水里头了 掉河来了 没事UTV 捞出来以后 弄不弄不弄还能着呢 他都有这个保护措施 但是人不成啊 对啊 就是人的这种遇险意识 太那个什么了 真的大家把我这机转出去吧 赶快转出去就是 太可怕了 就是在户外死 我真的不骗你们 就是一秒啪 那人就死了 不是说还能不能 死五分钟 没有 五秒 那人就死了 从活着到死 五秒 这人没了 你就只能哇啦哭了 真的 我成天在他们这户外呆着 我今天整个一个上午 我们都是在那种 特可怕 你们往上看上一集 上一集我钓鱼最后那点 啪 扔完了以后哒响了一身笛子 你看我和我媳妇马上就紧张了 对 因为他是熊笛 那个熊的那笛子响了 哒 一身熊笛响了 没带枪今天还 因为是夏季进猎期 你带枪没什么意义 什么也大不了 还没带枪 当时我就紧张 你们没看见 我马上就紧张了 开始到处看 然后听愣了 然后就黑了画面了 当时实际上我们就上岸了 就走了 去那边看到底怎么着了 是不是真的有熊 因为熊笛响了嘛 对 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 警告的声音 对啊 而且还有小孩的声音 我们听到了小孩的声音 和熊笛的声音 所以得去确认一下怎么着了 因为真的坏就说没就没了 掉河里的说淹死就淹死了 淹死都会水的 不是不会水的 不是你说你会水的 你就淹不死 对 那好多人还说这个救援不及时 这跟救援及时还有谋用 咱就是我在那 咱们的车营地车 我的车在那 我在这 出现的情况 我觉得跟那个现场一模一模一样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 我觉得他们还挺牛逼的 最后还能拿出俩救生衣来 还挺牛逼的 还真拿出来俩救生衣呢 这就算牛逼的了 真的我觉得没什么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因为当时看到那个情况就是 赶快拿脚盘 对啊 对啊 然后钩子给勾 只要能勾住那辆车 这车就不会跑了嘛 那人也就能还 对人就没事嘛 对人就没事嘛 但谁知道那有个坑啊 你明显那车 一下就滑下去了 这种杀地坑 就明显就是这样 你那车都不在不在原位了 在捞那车的时候肯定不在原位 那车可能就进去了 它随着水流是不是就 不是水流 就是它就慢慢往下滑嘛 它重力 哦明白 所以说重力它那鼓子也能转 它主要是 它就进去了 就拖进去了 就进去了 不是拖进去 它自己就开进去了 就滑进去了 往坑子最深处就滑进去了 那车就往里就滑了 遇着个石头可能一转就停了 没有就继续往里滑 你知道这事多可怕了吧 就为什么在冰上我都那么小心开车什么的 就各种叹什么的 恨不得都最后一个下冰我恨不得都是 就为什么这样 就每年我们都 我们公司都恨不得 为了少挣钱都比别人晚半个月吧 下冰 就政府说了 政府说可以了 我自己至少走过 对咱们都一看一看 我都看完了以后我才敢带客人走 要不然真挺吓人的 有时候你开的时候都咔啦咔啦响 那冰在那响 请吓人的 那客人 你不是说你老吓唬他就能尝试钱 你得让他觉得安全 偶尔 你在后边啪抓一下 他就熊来了 你吓唬他就是完了 但是你在知道安全的情况下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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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是 所有人都开始出去玩的集结了 就是我也不说你开车需要准备什么 你具体你不需要准备什么 救生衣什么的 这是不需要的 你就别去这种地儿玩就成 对对对 你不需要把那车里都放一救生衣 真的是不需要的 我没觉得车里都是需要放救生衣的 就是你千万别下水就行了 就尽量别下水 下水直深浅 直深浅 就你这条河你自己蹚过去先 你准备下这条河了吧 从哪呢从哪走 这路线你都想好了 看着 我要这么走这么走 跟我试试 然后你自己下河蹚一遍去 你看你自己吊子 你就得不进去 腰上双根绳子 这不有病吧这不是 这么玩 对你非要这么玩的话 你就自己腰上双根绳子 你自己先下里溜达一圈去 你踩踩 那个里边河里边都是什么东西 那泥巴有多软 你轮子行不行 你这车能不能完成 你把整个路线先走一遍 连他妈打卡的人都他妈自己走一遍 你凭什么不走一遍啊 对啊什么都不知道就往里下 不是就是经常我 最后就我跟你说嘛 就经常我说我媳妇就这么一事 就我发现你们经常这么 就是特别不尊重专业 就pro这件事情 就经常你就老翻这问题 就不尊重pro这件事 就上来你就敢干 上来我就觉得我能干 对上来你就觉得你特行 没问题 就好几回就是遇着这种事 就特吓人 真的真的 好多人都是有这种问题 就上来觉得自己就特这么专业 看两天电视就觉得自己特专业了 看了就会了 但是你知道这事有多难的吗 就跟这么深的河里的开车这件事 以前就是在90年代 我那时候看的最早开始看的越野车视频 就这种叫开梦之旅 就是骆骆玩香烟 知道 和路虎合作 所有的那个路虎 Defender上边 嗯 有一骆骆开闷的那一标 然后世界之旅 下大河什么的 那都是专业转着 我就是看那种电视 起来的 起来开始准备玩越野 看着唐老师什么的 准备开始玩越野的 唐老师实际上也被那种东西开闷之旅 那种东西洗脑 嗯 专业 对 就你所有东西都要试 过河之前 可不可以先拿一车脚盘 一个人 拴着大绳子腰上 拿着脚盘 先蹚这河 蹚过河 把这脚盘 勾到那边的树上 嗯 哦 这样是最安全的事 先旁边建立一条这样的 一条大的一条脚盘子 一条一条带 先把这条带给建立好以后 拦着 拦好脚盘以后 拦好这么一条钢篮 一辆车一辆车再过 嗯 出问题的话 这脚盘能把车兜住 你知道 河北冲 对对对 能兜住这小溪冲走车的时候 能兜住在这脚盘 起码不会失控啊 对 就他们都恨不得这样整个车队 这人还是车队出行的啊 人都这么这么小心 所有一切都是要 哦 这是要这么过头车 都要这么 一步一步 一共七步 就能从这过去了 嗯 孩子里喊 告诉大家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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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七步就过去了 嗯 没有人会 故意的会 唐 冲进一个未知水 水域 未知地区 未知越野的状态的 环境 没有一个人会干这种事情 干这种事情就是 二傻子 二傻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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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